大家已經有這個共產 對,阿翔說是不是有一個方法可以讓雕示很清楚的 然後在市集裡面可以不使用 我們也在找雕示的方式啊,包括黑板還是什麼東西 那個是什麼? 斑布,蛇狀的斑布啊 把你塑膠什麼字型的布上面可以塞幾件 對,那主要是加工品我們比較不清楚 加工品的規範的方法 對,因為有一些農家可能會有一些加工具素素 或是麵包 可是它裡面可能只有鳳梨桿喔 或是龍眼桿 就是只有一小部分的方法 它這個東西是標示清楚就好 所以說在秀寧的市集裡面是可以放的 對 假設有另外一個 假設你的加工品啊 你把它做成飲料 那可能假設你泡一個煤湯汁 就是洛塵王汁或是洛塵汁 可是它的成本其實很低啊 它搞不好做成飲料的1% 對 然後但是它還是 它其實只有加水跟林農家自己做的這個東西 那這樣也可以買 然後還有我剛才我看了這個守則之後 我有一個疑惑就是 我想要知道 一開始錄影了嗎 開始錄影了嗎 開始錄影了 就是加工產品 因為我看了守則 我們沒有給加工產品定義 所以像假設我們如果切了曬乾了 這也是你算加工 對,就是沒有這個定義範圍 所以我們不知道加工產品在哪邊 然後再來就是 加工產品就是如果有時候分類就是 因為我們加工產品現在是不能錄鏽 可以嗎 不行 因為你的原料很少會百分之百分之鏽 其實也是辦得到 假設如果你是曬乾 那是不是可以保持鏽 對 可是好像我看守則也沒有 只有我的茶葉跟水 沒有說到有那個 就是沒有這個加工產品的範圍跟定義 如果算是初級加工的東西 是不是也可以表 可是這是我的問題 我看一看沒有疑問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疑問是 就是在守則裡面有就是特許項目 不是我對這個特許項目有兩個問題點是 它裡面有一個水和魚座還有綠肥 四家材種 割掉之後這在日本是可以的 我看不懂這個是在寫什麼 這是在這裡 這是我的問題 我應該請你印 其實我可以印 我每次都可以印 可以福利贊助 好 因為我買了一台鮮魚座 那你還要就是更快 可以設計一下 我們可以兩邊一份工具 下次福利 下次福利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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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會提特許項目 主要是 味達修明剛要標準這一個問題 這一個問題 什麼情況可以標味達修明剛要標準 就是在特許項目裡面 才可以標味達修明剛要標準 然後這個是在講說 用腫療跟腫療 它腫療是不是 蔬菜是不能用 只有水稻可以用的 或者是 因為這些都沒有寫清楚 所以我看不懂 它到底 就是 它沒有細則 對 那那個是 這個寫出來之後 大家 這個我沒有拿到 這個是那個 蘇清姐後來 它是2014年 我還沒加入 所以我沒有收到這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如果有修正 應該再給大家發一次 你看到後面 有很多是後來的人加註 所以它便要寫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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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註 它可能對這個火幹有什麼疑問 然後它加註了一個東西 那時候是用Email再加註的 對啊 所以後來沒有把它寫進那個單位 後來就一直都沒有在討論 那 我覺得 那第三個問題就出現了 就是可以再把它討論一個出來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一個 中心的標準 如果有它 我們做事就不會有能力 比較好 這樣 這是我的問題 那我們就開始了 首先我要講的是 我不代表協會 這早好在討論 因為我們 我們其實不了解 現在我先提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找到這個 或是協會要定一個這樣的時候 什麼樣的才有一個功能力 或是有一個代表性 如果像協會的角度來看 因為我們上次是中區 我們想說 我們自己用一個標準 你是這樣子 對啊 我覺得 就是 這個 我認為它需要由上我下 那就是 自己生產者有一個共同規範 大家一起來維持這個規範都可以 所以 雖然我不代表協會 就是我很樂意跟你討論這件事情 那 就是 我想大家會來開這個會 也是都很理解標示的重要 就是生產跟消費之間的互信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搞壞了 其實對大家都會很麻煩 所以我倒不在意協會主規定 而是我們這群生產者之間 是不是有個明確的標準 而且是訴諸文字的 那消費者都看得到的 然後消費者知道你在講什麼 然後他以後拿到你的農產品的時候 他看了標示 他可以讀得懂 然後他知道秀明的規範 秀明的標準是什麼 所以 我的想法其實比較 比較偏向這樣 所以 像我 我新增農地 我也是 都是在我自己的粉絲團後 我又多了哪一塊農地 怎樣怎樣 然後 然後我的農作物 還有育苗 什麼的 就都 都放在我自己的這個地方 我也沒有在跟協會報備 可是 我就是有一個自己的平台 然後我一直在講這些事情 那 所以 我覺得 你們可以有一個這樣的平台 然後把生產者的訊息 都放在上面 讓消費者知道 那 那 就 因為這個標示的規範其實 蠻多人有意見的 所以 他到底要不要執行 也一直都還沒有確定 那 可是事實上 那 生產者 產地 總能跟災肥方式 這四點 就是 我上面寫的主要就是 這四個東西 其實這四個東西 都是很容易叫做 誤會的地方 比方說 生產者 你在賣 可是不是你種的 那 到底是誰種的 那 產地 就是 特別是像水稻 其實水稻可以一直換地方種 對啊 我今年在這裡種 明安後年他可以一直換地方種 這是OK的 那 可是這個 就是你一個這樣一直換地方種 十年的農夫 跟一直在同一塊地種 十年的農夫 如果沒有標示這個東西的話 應該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因為他每年都是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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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轉型期 他如果一直換地方的話 所以 嗯 這個 這個東西我覺得他是需要被 被 被 被告 這是清楚的告知消費者 我倒 我倒 不會說 你這樣一直換地方不好 我並不反對 因為他會 他會一直換地方 我想也不太願意了 可是這件事情要讓消費者知道 如果你不寫消費者單 他也不知道要問這種事情 那種源其實就很清楚 你是不是自家採種 那 其實很多 特別是蔬菜 就是 蠻難採種的 啊 水稻可能 常常會育苗失敗 這個其實都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那 就是 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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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四大原則 其中一個就是 自家採種 嗯 就是 無農藥、無責藥之外 自家採種 那 所以如果你不是 自家採種的話 他 就不能 講說 是佛秀您剛剛的標準 嗯 嗯 嗯 那我覺得其實這也無所謂啊 就 這 這些東西其實我覺得都無所謂 只是你要讓人家知道 那 我覺得 其實 我們建立了這個習慣之後 消費者他才會知道 喔 原來你做的是一個標準很高的農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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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會提到 除了修明肝的標準就是 你完全遵照 修明肢 實施肝要 然後 是你種的 在 在 在 你的地上種的 然後是自家採種的 嗯 這個 就是 除了修明肝的實施標準 那 可是 當然會有一些情況 沒有辦法 完全 達到 這樣子 所以 會 再列一個 威達修明肝要標準 就是 就是 當然 譬如說你吞農藥 然後不要威達修明肝要標準 這是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而是你在某一些情況 你覺得這個其實 你很努力了 那 應該要 會 支持你 繼續 做下去 那 所以 會 會 會有一個 會有這個 威達修明肝要標準的這個標示 那當然 這個字眼可能很多人覺得 欸 不喜歡 那也OK 要加A級 B級 B級 C級 或者是 什麼環保級 什麼級 欸 我覺得都OK 只是 這個東西它必須白紙黑字寫出來 然後消費者看了知道你們在講什麼 那 所以 嗯 重點就是 這個農作物它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等級 它必須是有一個標準區格 嗯 就是 就是 現在 協會的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其實 就很像是 就是看人嘛 就是我相信你 我跟你買 我就以為你的都會秀你的 其實你們知道很多不是嘛 嗯 嗯 這 很多不是的意思是 就是有很多可能是會打秀米當到標準 嗯 嗯 那 可是消費者都會覺得 你賣的一定都秀米 嗯 所以 嗯 嗯 這個 就是 我覺得 藉由這樣的標示來 並這些誤會 欸 就是 我覺得 我相信大家 不會作假 嗯 可是 會不小心 造成一些誤會 欸 那 這些誤會 其實 我覺得 很多生產消費之間的衝撲 其實都從誤會發生的 欸 就是一個小小誤會 然後越傳越誇張 然後最後不可收拾 所以盡量避免這些誤會發生的空間 嗯 就是 把 把東西講清楚 所以 嗯 所以 農作物的部分 主要就是標示 品名 生產者 產地 總圓 跟再配方式熱狀 嗯 那 我們先 討論農作物的部分 對 我剛剛這樣講不知道他有沒有什麼 農作物 對 你們所有的主程 加工那些什麼的 那我問你如果農作物有新品項 是不是要 先學會申報才可以標証 你如果有什麼標証 你想到的話 怎麼沒有在申報很想 沒有啊 所以就是也是 你覺得 你符合 可是沒有人 你自己覺得OK 就把它調出來嗎 這是 你 增加了一塊地 你要 申報 不是不是我 對 我是說如果你的 品項有的還好 還好嗎 就是你 比如說我增加了一個新作物 然後我留了一個種子 然後我之後就可以 我可以標証你 我需要申報 換一塊地 會弄差啊 不是啊 就是新的 弄差還弄差 你就分成幾個 幾個 層次來講 比方說我有塊水田 然後我種水稻 然後我後來又加了一塊腳白水 我覺得這不快要申報 可是我有塊水田 然後我突然在賣橘子 這很奇怪 這很奇怪 對啊 所以 主要是這樣子的問題 那就是你多了一塊地你要講 那可是你 比方說我有化害漢田 我種各式各樣蔬菜 你不可能去申報 我今年種什麼啊 蔬菜很多啊 對啊 對啊 老師呢 學會申 就是增加耕地的申報方式是什麼 就是 對啊 因為這件事情後來就沒有討論下去 所以我覺得 就是你們中去自己有的方法 就好 就是 就是 協會生產者那邊的資料要增加你的更多 對啊 那個 對啊 那個才能夠標示是秀民的 整個的更多 就是這樣 申報來的是不是也是要常開 以前沒有 減負水果 以前沒有 以前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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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中去自己做好了 我們自己去看 這個 就是 水土檢測這件事情 這 是不是需要每年做 我覺得到 倒是 不至於 可是 它應該是要定期做的事情 因為 其實做自然農法 它也是有可能中地出的偏要 所以 所以 多久要做一次 這個可能 我們自己有個默契就好 可是一塊新的地 它可能是需要做 所以 就是 你們 可以討論出一個 比方說 我現在有 這些地 那我要再加一塊新的地 的時候 我想 應該是 它自己去自主申報 到底不見得需要誰去申 就是 如果你已經是一個秀民的生產者 對啊 我想你也不會去找他那種奇怪的地 那 你自己就把我新增的這一塊地 就是 就是 把它公告到一個網站上去 讓人家知道你現在有哪幾塊地 就是 我剛剛提到的 你有哪幾塊地 所以你可能會有什麼能作用 現在就是說 如果 要 要生報 或是 這些 作業 目前 實在是沒有辦法處理我們 這個 強行 作業 應該說 這個 這個標示方法 到底要不要做 我覺得現在是很明確的 新增加農地 你 因為你如果剛開始申請秀民的時候 你一定要 水土 檢驗民 如果新增加的時候 我們是自己 自己作業 自己可以上那個網站去做業 所以我說 你們自己有一個網站 你們自己去 品嘗 沒有 我們現在是說 你們是有名協會 誰會網站已經做了 目前就沒有 你們不用管協會 對 那邊還有這個問題 我們說 分區就是 是有一個共識 大家一起做 這樣可以講 對啊 是每個分區都是這樣 我會建議你們這樣 我們自己做 好 我們先做 就是 原則上 就是 大家都是採取一個護信的 就是 你今天有加了一塊新的地 你自己貼上去 然後你把水土檢測附上去 就是 嗯 我覺得 就是 透過這個方式讓消費者 就是 一開始消費者可能會 對這個標示 還有這些做法 他可能不懂 可是我覺得 這個其實是可以一直持續不斷教育 而且如果教會他這件事情 我覺得會是一件很棒的事 他以後就很難被 被一些奇奇怪怪的不見 所以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應該要做 進行教育 那 所以 在信賴的原則下 就是 生產者 你自己找了一塊地 然後 你把 把位子 自己 去登錄 我覺得 可能不是 不是省保 就是你自己去登錄 OK 然後 大概是 大概是這個概念 就是 你有哪些地 你種了哪些作物 那 持續不斷的讓消費者知道 持續不斷的讓消費者知道 就果樹的話他會轉型期 轉型期過後就可以不當做外購 對 可是我看那個 因為我看那個標示手折 雲井咖啡 然後他的標示手折裡面 他是寫外購鳥第十一年 荔枝第十一年 你自己決定要怎麼 描述他的 對 這個 大家有目擊就好 就是 你一開始 比方果樹是三年前的情期 那你就 前三年 你就寫 外購鳥 第一年 外購鳥 外購鳥 那之後 我覺得就寫多年生地幾年 也不是寫四家台這樣 沒有 他不是寫 多年生地幾年 多年生地幾年 寫多年生地幾年 因為多年生地幾年 好像也沒有在標示手折裡面出現 對 對 對 好 因為 老師為什麼要問你 因為我們 現在已經不管你寫外了 如果我們自己要自訂一個標準的話 你們都參考這個題目 對啊 這是你自己有一個供需吧 是不是譬如說第四年的 賣出來的橘子好了 就是 秀名故事 就是 秀名故事 他就是秀名 對 不用講什麼 多年生地幾年 所以 產品就是秀名故事 沒有 沒有 就是總圓 你還是要 總圓 像 自家財總地幾年 所以 樹的話 你要寫多年生地幾年 所以 所以 樹的話 你要寫多年生地幾年 他會丟下去 扣掉總 轉型 沒有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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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橘子圓的話 我第六年的話 就直接 所以是把轉型加上去 假設第四年 前三年是轉型前三年 第四年的時候就直接寫 多年生地幾年 所以多年生轉型是第四年 我覺得 我就 可能 不要 不要寫說 秀名三年 沒有 那個是自己 內部的規範 我們大部分都是外國人 就是 看那塊地 樹也長了 我們是要再補 我這次是給他標說 轉型秀 地幾年 沒有啊 總圓的這個部分 標誌 你也有一項是總圓 有沒有 我們說標誌是家財總 畢竟還輸菜國 不是在總圓這個地方這樣標 但是 我是說那果樹 果樹就是 他會問總圓 就是 我是要看總圓 我們就不用寫外面 這應該還是要標版 因為如果你不標的 就不知道你就是保障 那如果這樣說 你譬如說你秀名四年 秀名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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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土地的時間跟周五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這樣找,那我種茶 那我這裡有一個2009年的茶葉,那我要進行 我2007年開始轉做秀女 那可是我今年是2017年,那我這一包是2009年的茶 所以你第二年,你是接秀女的第二年 所以我們標示每年都要去重新的去 對,我就沒有辦法去 所以這個部分,我後來有改一個標示方式 是我自己改的,像產地本來是寫秀明治安農法第幾年 那我就改成比方2009到2017 就是比方2009年起 對喔,這樣子之後你就不用去改那個標示 產地啊 就是我從哪一年開始做秀明治安農法 然後總緣,我從哪一年開始自家採種 我這棵樹是從哪一年開始種 就是中間大家自己算都差不多 這棵花12年,沒有4年,這棵花12年 這棵花12年,我怎麼說 這棵花11年 有台幣有台幣有台幣 你說假接嘛 就說我查了,裡面有些收掉了 那我再買一些新苗來 對啊,因為這做的時候不可能 我講一下啦 像我的水道啊,有兩塊嘛 有一塊做了好像 假設有一塊做了五年 後來又接手了一塊是做了兩年 那我在寫產地的時候 我會寫 有一塊是 快是 你可能就寫多年生,第10年到第3年,然後婚姻校園 你如果說你這麼說不出人家,就慶年節,養我又一堆冤 因為我不是說... 因為等下來的時候,你也不知道說這張斷委員 沒有,不去分個別的啦 不分個別的哪一顆書籍 我可不可以這樣講,我這是2007年期 這個更地,更地是2007年期 轉作自然農法 轉作自然農法 那是畢竟嗎? 因為我整個月的時候,你也就還好 199年,我會人到12年了 我還沒辦法,我會人到10年了 都過過了 那你就不會跟著,真的有人看過了 只能就從那個產品上面去 我自己在包的時候,我在做包包的時候 我就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是... 這部分... 標的比較像... 對... 我一開始,我就是用這樣 因為我的東西,比如說橘子這個東西 它不會說我種20年,我種3年了 好吃、壞吃 像我有人要買... 我買我這人30年的標準 就有需要去說說我這是幾年了 對...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我們這個東西就沒有這個... 延遲的問題 延遲的問題... 延遲的問題,每年都好 很簡單,標示 就是轉... 就是你這一塊地,從什麼時間開始做秀劇 不要黏針啊,不要幾年 這樣就不用改了 就是幾年起開始... 現在我們有東西混了 就是產地跟種緣 種緣 種緣可以用年份來標示 對啊... 就是... 可能有些人會需要... 用標年份的方式 這樣就不用改了 對... 可能要賣好幾年的話 但重點是兩個都還是要標示 你剛才只說... 就是你的土地時間跟住物時間 我本來比他一樣 我本來會標土地的... 我看不看他就少了 沒有,這我們... 人家中區我們會投票 如果你不要標... 那你就不要來 對啊... 對啊... 因為你不會配合如果我們同意的事情 你也可以投法對票 對啊... 對... 這十三、二十五... 你要跟你騙 你要叫我騙你嗎 我跟你講... 你寫說人家的衛生 你是另外一回事 你承子跟你在講 是另外一回事 好不好... 不要... 我們要討論這個 你情緒的問題 這是我情緒的問題 我覺得有些東西... 應該說好 這個原子原本如果是種拔蠟 我們就是... 我們就不要... 應該說就是假設你從二零... 一二零開始做 就誰... 這樣子 可是你如果是拔蠟 然後又欣加... 加了另外一個品項 柚子 這個可能就是... 那一見不明後... 對啊... 沒有... 沒有啦...